今天是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的第二轮比赛 对战的双方是A组的河南银哥投资女排和浙江嘉山西唐古镇女排 本赛季的比赛与以往不同啊 以往的排唱联赛采用的是主客场赛制 而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将采用赛会制 统一在家门体育中心空场举行 现在进行的是赛前的升级仪式 第一阶段是西唐河南银哥投资女排球全球部队 对浙江嘉山西唐古镇女排球队的比赛 现在开始,请全体验证中华人领导国国火歌 露鄭議員领导国火曜的波证中华人领导国领导国火 全球队人领导国火 achen�리 请坐下 好的 现在让我们来先介绍一下两支队伍 首先是河南队 河南队历史最好的成绩是获得过全国排球联赛的第三名 那现在的河南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是以新人为主 新老结合 平均年龄都非常小 很多球员年龄也才20出头 但这平年期的球员也是身高条件非常好 去年他们是获得了13名 现在介绍的是本场比赛的裁判员 浙江女排是排抄联赛的一支老牌竞旅 曾经在2009年 2010年 2013年的全景赛获得过冠军 2013到2014赛季也是获得了排抄联赛的冠军 在2014年也是代表中国赛区出战了试剧杯 现在的浙江女排也是以老代新的一支队伍 在二船和坚衣位置上都是新老搭配的这样一个组合 现在给大家介绍双方队伍的首发 首先是河南队 六号 黄瑞磊 八号 二船 张子涵 五号 罗陈旭 十一号 李维维 十四号 王一群 接下来是浙江队的首发 三号 蒋宇晓 八号 老将李静 四号 二船 王纳 十四号 自由防守队员 方静 以及副攻 刘宇 沈家荣 双方队伍和昨天第一轮的比赛的首发阵容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来比较一下两队的他们的实力 首先是在网口上 河南女排是占优的 他们在大名单中 也有五名球员的身高 都是超过了一米九零 而浙江女排的网口最高点 是他们的副攻流雨 身高达到了一米九零 首先是浙江队发球 这个直接发球得分 一船就飞了 发球的是浙江队的二船 王纳 也是一名老将 一船到位 给了二号位 打一个支倩 十八号韩文雅把球打中 一船到位 也是给到了接应 打了一个中区 把球打中 这个手来自二号 于是雨 现在是老将李静发球 球发出了边线 这个球是一刻打手出界 浙江队得分 这位是发出了底线 从开局两边进入比赛的状态 也是比较慢 大家都想在发球上有所建树 想破掉对方的一船 一船不错 一船不错 保护起来 给到四号位 一个轻调 再给 一个中区把球打中 来自三号 奖于晓 这个球啊 浙江女排的保护 做得还是不错 又是一颗发球得分 今天河南队的一船状态 继续试游 遮阳队发球 这个球下网 还是想要冲发球啊 一船半到位 给一个四号位有点开往 一个打手出界 这个球 蒋宇晓调整得非常好啊 这个球传得有点道 很开往 但是处理得非常不错 一船半到位 给到四号位 球防起来 调整给李静 这个球是下网啊 八号是老将李静 李静在昨天的比赛中 承担了非常大的进攻任务啊 扣球次数达到了86次 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 这一个二次过网 调了一个后攻 过渡一下 再给到李静 一个轻调 好的 这就是老将的经验啊 看对方防守队员 后撤的比较明显 一个轻调 掉下了一个空档 半到位 这个球是想要造一个平打 但是打出了底线 韩文雅在昨天的比赛中 是河南队 得分最高点 再给 一个轻拍 把球防起来 过渡一下 保护得非常不错 再给李静 河南队把球防起来 给一个后攻 好的 这个后攻 改变了刚才的线路 打了一个回首的位置 14号 王毅群 宜传有点冲网 双方针了一下 针球成功的是 浙江队的二传 王娜 也是一名老将 在前几个赛季 都有到泰国联赛 效力春武里战队 现在王娜发球 球防得不错 再给李静 又是一个轻调 李静思路非常清晰 在进攻 对方篮往高度 非常高的情况下 多采取一些轻调 河南队请求了 第一次暂停 河南队还是一支 比较有冲劲的战队 在昨天的比赛中 虽然是0比3 输给了江苏 但是在第一局比赛 也是对江苏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比分是仅仅两分之差 在篮往方面 昨天的比赛 河南也是领先于江苏 可以看出他们年轻球员的身高条件 王口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他们对浙江队的进攻 还是比较有限制 继续由王娜发球 给到四号位 十二号 翟斯奇把球扣中 这个球直接接飞了 发到了李静的手上 限制李静的进攻 因为现在浙江队前排是两点攻 河南对发球的思路非常清晰 发你前排下撤接一传的主攻 限制进攻 一传到位 给一个快球 好的 二号于世宇 把球打中 是九号浮宫刘宇 李静发球 这颗球是 传球没配上啊 二传传的位快球 有点太靠右了 副攻打得很不舒服 一传半到位 给一个后三 把球防起来 机会 这个球也是啊 九号 刘宇 压得太死了 直接下网 球是发出了边线 异图还是非常明显 双方都想要拼发球 一传到位 给到四号位的主攻 一个轻拍 二次过往 翻给了二号位的接应 打了一个大协线 把球打中 这个球是来自 十二号 宅四起 一传不错 给二号位 好球防起 再给 好的 打了一个中线 十四号 王一群 这个蓝王手型 从中间露了出来啊 又是一颗 发手失误 河南队是 请求了一个挑战 挑战 球落 界内外 那相较于 前段时间的 男排联赛啊 本次女排联赛是 恢复了 阴眼挑战系统 队有争议的判罚 可以提出挑战 也保证了 比赛的绝对公正性 减少了争议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球到底是 落在界外 而界内 本能队也是 借着这个挑战的间隙啊 组织了一下战术 从刚刚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队小球 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他们 对比河南队的优势 就在于 他们老队员较多 处理小球可能会更细腻 经验更老道 好的 这个球是 落在了界外 浙江队得分 每支队伍一场比赛 有两次挑战机会 现在河南队 用掉了自己的 第一次挑战 现在比分是 十四比十一 还是没有拉开 太大的分差 现在是由二号接应 于诗宇发球 现在是浙江队的 前排两点攻 一转半到位 给四号位 这个球篮网抓得非常好 直接篮死 篮到了扣球队员的身上 差一点就保护起来了 给一个后弓 后弯 又给一个后弓 这个球是打出了边线 是打到了篮网手 二号于诗宇得分 一个打手出界 一转半到位 还是不理想 无功过往 给一个快球 这个球是防守太冲网了 二转张子涵 他现在是一个后排二传 所以很难处理这个球 一个后弓 这个球就不要往下勒了 打得很勉强 一个强行传的大条的后宫 河南队是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那在这个阶段呢 河南队的失误还是非常多的 像在昨天的比赛中 中给江苏队也是因为 支援太多了 支援达到了22分 相当于直接送给了江苏队一准 河南队是一支比较年轻 有充劲的队伍 其实他们减少自己的失误 把自己的进攻打得出来 还是非常有机会 但是在这段时间 他们的遗传非常不理想 反观浙江队在一串到位的情况下 进攻打得还是比较顺利 现在是这辆队发球 半到位 给四号位主攻 球防得不错 给李静 一个过渡 球捷过王 二传孙艳 哦 李静 是抓了一个探头 三号主攻 蒋玉晓的发球轮 这张女排是拉开的分叉 达到了六分 再给球传得太低了 好的 一个轻拍的后攻 把球打中 十四号主攻王一群 今天河南队二传 张子涵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一传直接过王 一个探头 好的 把球防起来 给到李静 又是一个轻调 河南队把球防起 无攻过王 推一个后排 再给李静 好的 一个大斜线 把球打中 因为现在河南队后排 是属于没有自由人的 一个状态 再给到四号位 好的 一个后三 这个球打得非常凶啊 直接定地板 定在了中区 今天张子涵啊 河南队在四号位 打得不顺的情况下 二传还是要多想想办法 这个篮王手没有并拢 直接从中间漏了过去 一个二次 又被篮 给到四号位 轻调 这个球是浙江队的失误 很可惜啊 这个球 现在浙江队的比分 率先来到了二十分 一个后攻 被篮回 保护起来 给到李静 一个二直线被防击 再给四号位 好的 这一个破坏性篮网 有一个变现 保护的队员 没有保护起来 韩文雅在昨天的比赛中 也取得了 河南队最高的 十一分 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球员 一九九八年出生 再给李静 这球直接过网 浙江队的队员 是没看清楚 浙江队在比分 被连续追回的情况下 请求了一次暂停 浙江队呢 在昨天的比赛中 是三比二 赢了四川队 但是每局的比分 都只有两三分之差 差距非常小 在扣发 扣球 发球 篮网方面 差距也不是很大 老江李静 全场的扣球 接球任务 还是非常重的 值得一提的是 浙江队的刘宇 篮网达到了七次 现在发球的是 河南队二传队长 八号张子涵 现在进入到了 河南队的前排两点攻 一传不到位 给一个调整攻 好的 把球防起 再给到四号位 给二号位 一个直线被防起 无功过往 这张队的机会 给一个快球 被防起 韩文雅 好的 无功过往 浙江队的机会 又是一个调整攻 被篮回 保护起来 再打 这个球是没过往啊 这个球 打得非常胶着啊 两边的防守和进攻 都非常漂亮 那是二号 于诗宇 一个扣球的失误 这个球是在 向裁判确认 是否打手吗 而是在确认 球是否打到的 对方的蓝王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队队长 正在跟主菜沟通 这张队队长 我们来看一下 二船也在跟主裁确认 是吃了一张黄牌 哦 球确实是碰到了 黄瑞磊复工的手啊 我们看回放 希望浙江队的心态不要受到影响 一伸不错 给一个后二 好的 打了一个二支线把球打中 现在是王娜发球 把一个前驱发到前摆主攻手上 给到复工 拍了一个后驱 黄瑞磊把球打中 一个短平快 打了一个回手线 韩文雅发球 一船半到位 给到二号位 一个轻调 河南队的自由防守队员没跟上 所以浙江队其实打的还是要聪明一点 在进攻受限的情况下 不要每颗球都往下勒 适当采取一些轻调 打调结合 浙江队是换上了七号 发球 给到二号位 这个球是打出了边线 再换上李静 河南队也换上了十三号 蔡晓芹发球 这也是一名年轻的球员 是河南队的替步二传 翻一个二号位 一个直线把球打中 这个球是来自 于诗宇 浙江队的接应 一传半到位 宅思奇 再给 一个篮网出界 和南队得分 一传有点冲 河南队的机会 给一个后二 他一个中区 在打到篮网手之后 有一个变现 浙江队没有把球防起来 这个球是 十二号 翟思奇 在昨天对战江苏的比赛中 翟思奇也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 在第一局中 王纳抢了一个快球 没有打过去 一传太冲网了 这段时间 这张队的一传 不是很理想 进攻有点受限制 这张队被迫 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这段时间 河南队连续追分 23比22 被追到了分差 只差一分 这段时间 浙江队的问题 就是下不了球 不管是一传到位 还是不到位 都比较受限制 因为河南队的篮网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现在回到场上 是由河南队发球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队的一攻 一传到位 给个后三 由李静 把球打中 这个时候 在关键分上 老江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了 现在是浙江队 第一局的局点 一传不到位 调给韩文雅 浙江队的机会 这个球 被河南队拦了回来 河南队的拦网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连续抓篮网 江队小的这个球 打得还是有些勉强 太往下勒了 一传半到位 还是给李静 好的 那李静 就拿下了 第一局的最后一分 那浙江队就以 25比23的比分 拿下了第一局 我们稍作休息 马上进入到第二局 一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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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现在是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在第一局中 浙江队是以25比23拿下了比赛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局 首先由 最上队的二传发球 温南队 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给到韩文雅 一个小斜线被防起 一个腰线 再来翟斯奇一个清掉 这个球是没沟通好啊 河南队的机会 韩文雅 这个球是打到篮王手之后 有一个变现 浙江队没有把球防起来 在第一局比赛中啊 河南队的篮王是做得比较好 浙江队的篮王 是手心 没有做太好 武功过往 河南队的机会 给一个快球 一个回手线 好的 六号黄瑞磊 把球拦回去 河南队王口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 一传 给一个后攻 这个球 河南队卡位是卡到了 但是 李静的扣球 力度还是比较大 球直接接飞了 这张队终于是抓了一个篮网 这个球是想打一个二支线 被篮回 好的 好防守 好的 三号蒋云晓下球 继续是刘宇的发球 一传半到位 给到宅思奇 好防守 调给四号位 再给宅思奇 转移到了二号 打了一个直线 刘宇把球接飞了 这个球转移的还是非常不错 河南队道的船 在四号位进攻 受限的情况下 还是要多考虑一下二号位 我倒要为一个轻调 给一个后攻 这个篮网手行为做好啊 中间流出了一道缝 从中间打过去 有一个变线 这将队没有保护起来 现在是于世宇的发球 一传不到位 只能打调整弓 轻拍过度一下 再给一个打手出界 来自三号 蒋宇晓 蒋宇晓在第二局啊 开头打得还是非常不错 比起第一局来说 更敢打了 第一局进攻比较受限制 宇世宇的发球 武功过往浙江队的机会 给一个快球 这个球打得非常不错啊 沈家荣打了一个后驱 打得非常快 一个短平 本团队是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 比起第一局局末来说 车将对第二局开头的状态 有所回暖 回到了第一局开始的状态 进攻打得还是非常不错 而为了防止分叉被持续拉开 本团队是请求了暂停 组织了一下战术 还是于世宇的发球 一传到位 也到四号位 被防起好防守 一个轻调 浙江队的机会 本团队非常顽强 又是给了一个复攻 这个球是没配好 沈家荣打出了底线 复攻也是太急了 应该等一下 回首会太快了 然后就打出了底线 给一个后攻 李静把球打中 非常凶啊 这个球 李静在复出之后 浙江队的状态是有所回暖 也体现了他在浙江队的一个核心作用 于世宇的发球轮已经得到了很多分了 给一个快球没配上 但是浙江队是两个人 等了一下 一个没配上轻拍过去的球 没有防起来 本团队终于是顺利渡轮啊 一传到位 给一个后二 一个直线把球打中 这个球来自二号 于世宇 于世宇在昨天的比赛中 也是拿到了二十分啊 全场第二高的二十分 一个发球职业得分 发在了五号位的大脚上 十七号 沈家荣 一传半道位 发球性能非常不错 一个直线被防起 调整到四号位 一个过渡 再给四号 这个球是没保护起来 差一点就捞回来了 王一群的发球 直接下王 这个球 意图非常明显啊 想发前驱 限制一下前排攻守的进攻 王纳的发球 一传到位 给他韩文雅 又是想造一个平打 但是打出了界外 韩文雅向教练示意 说是打手 河南队是请求了挑战 挑战的是 球是否触碰到对方 来往守 我们看回放球 还是没有触碰到对方来往守 那河南队挑战失败 致浙江队得分 韩文雅这段时间的进攻 还是比较受限 现在比分是 分差拉到了五分 浙江队十一比六领先 一转到位 给一个背快 打了一个中线 十一号李维伟 把球打中 这个球是从李静的两只手中间 露了过去 一传半到位 给到于世宇 一个背传 传给李静 这项队保护起来 给李静 打了一个大斜线 这个球也是非常凶 李静把球打中 好的 这个篮网抓得非常好啊 我们刚才听到场下 教练也在喊两点攻 现在是河南队的前排两点攻 只有副攻和一个主攻在前排 这张队是盯紧了河南队的副攻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篮下了一个快球 一传还是不到位 只能给主攻 这张队这段时间 思路非常清晰啊 在你前排两点攻的情况下 发前排 限制一名攻守 然后 定领 另外一名攻守 篮网做得非常好 河南队是请求了 第二次暂停 这次河南队在第二局的暂停 已经全部用完了 河南队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在强轮 抓不住分 然后在弱轮 渡不了轮 现在就是非常难打的一个局面 我们看一下这项队的发球 还是发赞了 准备给主攻 一个平打 打手出界 汉威亚今天的扣球 还是采取了很多平打 钉地板的球很少 这个球是没有保护起来 河南队的篮网 现在河南队前排篮网非常高 18号 韩文雅主攻 身高是1米96 6号复攻黄瑞磊 也是1米96 篮网高度非常高 给到韩文雅 被篮死 曾要打一个斜线 被捕篮的复攻 直接拦回 刘宇的篮网还是非常不错 身高达到1米90 在昨天拿到了7次篮网 这张队的机会 打了一个腰线被防击 撞了一个篮网 调整一下 武功过往这张队的机会 给了一个后三 这张队今天有很多 被河南队直接防过的球 被晃到 这种失误尽量减少 很可惜 一传没有到位 过渡一下 好的 一个5米线 一个5米线的开网进攻 来自3号 蒋宇晓 蒋宇晓 这一局非常敢打 于世宇的发球 球是直接发到了界外 也是想要冲发球啊 又想要把球翻好 又想要稳定 这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 把了一个直线 打到了对方篮网手 14号王毅群 一个中区下沉 投给王毅群 复攻 李维维是打了一个 高球 这个球后攻打手出界 河南队 篮网的手型没有做好 李静抓了一个后攻 现在李静来到前排 是3号蒋宇晓的发球 一传到位 给了一个快球 跑了一个后二 防得非常漂亮 给到李静 好的 直接 打到篮网手手上 落在了三米线 河南队 没有防起来 今天李静的状态 也是延续了 昨天啊 状态非常好 在扣球 任务很重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下球 一个轻调 把球保护起来 给一个后三 好的 有效撑起 给个后二 于是于 一个大斜线 把球打中 这一局浙江队的进攻 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二传转移得非常不错 李静在前排的时候 河南队的篮网队员 还是比较喜欢去听李静的 一个探头 是二传 伟利 后排二传是不能够拦网的 好棒啊 小块钱 小块钱 我还是比较高 我还是比较高 咱俩 我又比较高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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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高 你比较高 大线 你赢了 我比较高 我比较高 抬网球 给了一个背飞 我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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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位 篮回 保护起来 给一个备快 这个球是这张队得分啊 团团队还是小球不够细腻 孔家荣的发球 还有一个直线 一个后弓有点到 过渡一下 一个精调 十四号王一群是 触网了 河南队是换上了 另外一名二船 蔡晓晴 给了一个快球 好的 蔡晓晴上来给了一个快球 给的非常舒服 李维伟直接一个进体块把球打中 今天确实 主力二船队长张子涵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一个调球 非常聪明 王娜 这个二次非常漂亮啊 河南队的蓝纹队员都没发现 一个开网 达到了界外 那这张队是 获得了自己的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二十四比十四 分差还是比较大 一个发球下网 一个发球下网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李维伟的发球 一船有点冲 一个轻调 好的 浙江队 那这张队是以二十五比十五 拿下了第二局比赛 让我们稍作休息 马上进入到第三局 一轻松佇 三七夜 三八二三 三八 вер 三八二一 二轻松余 二十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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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由咪咕视频为大家带来的2020到2021赛季的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第一阶段第二轮的比赛 由河南队对阵浙江队 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局 第一局比赛和第二局比赛都是浙江队拿下 让我们来看第三局 被防起浙江队给到李静 一个轻调 一个过渡 给到二号位 一个直线落在阶内把球打中 来自于诗语 上一局比赛的比分是25比15 河南队进攻打得不是特别顺 失误也比较多 二船抢了一下 一个小斜线 好的 二号于诗语连续下球 球师发出了底线 比起第一局 第二局浙江队 攻守进攻 更敢打了 打得比较顺 但是河南女排的进攻 打得就不是特别顺利 一船不理想 调给李静 保护一下 正一下球 给一个快球 翻给二号位 一个轻调 这将就有机会 李静 借了一下端篮网的手 一个打手出界 现在河南队的接应是上的一号 毛俊仪是00年的小将 身高达到了1米91 二船是从首发二船张子涵 换成了蔡晓晓 再给毛俊仪 一个轻调 这项队没有沟通好 互相让了一下 很可惜这个球 很可惜这个球 比传没有到位 一个后攻 轻拍过渡一下 蒋宇晓的进攻 蒋宇晓在第二局的进攻 打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看在第三局 他也延续了第二局的好状态 刘宇晓的发球 发球性能很好 想造一个平打 打到了界外 河南队依旧是进攻 打得很不顺利 二船得思路清晰 一个发球得分 这段时间河南队的问题 还是比较大 一船出现问题 进攻打不过去 篮网也没有第一局 开始做得好 那现在是换上 他们原本的首发二船 队长张子涵 一个直线把球打中 二号于诗雨 现在是河南队的一个弱轮 二船又是后排二船 不能采取一些二次 一个发球下网 河南队终于顺利渡轮 现在比分是7比3 浙江队领先 分差是拉到了4分 给了二号位 一个小线线 两个正一下 可能对二船还是 有点喂手喂脚的 发到了前排主攻的手上 一个被飞 是打了一个直线 落在界内 来自11号李维维 所以河南队在 定点强攻打不过去的情况下 还是要多一些 战术跑动 给一个快球 一个轻拍落在界内 来自17号 沈家荣 一个进体快球 打了一个顺手线 一船又先冲网 这场队的机会 给李静 球成了有点到 李静打一个斜线 给到后二 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 本团队终于是 拿到了一次篮网 一个后二 会能对的机会 给到韩文雅 还是直接被拦回 韩文雅现在就是要敢打 现在在进攻受限制之后 变得有点不自信 这个球 调在了网上 河南队的失误 还是非常多 这段时间河南队 在各个技术环节 都出现了问题 在揭发球方面 一船也是不到位 二船不能更好的组织进攻 二船有手传的球 攻守扣的也不是太舒服 攻守也下不了球 这个就很难打 现在比分是十一比五 分差来到了六分 第二招 现在也是河南队的前排两点攻 发到了前排主攻的手上 只能给后二 绑得不错 把球捞回来无功过往 和南队的机会 几个快球 没配好 比个后三 这个球是打手出界 来自三号 蒋宇晓 分差是持续拉开 还是发给前排主攻 给个快球 这个球 快一点捞回来啊 战术意图非常清晰 球发给前排主攻 抑制对方的强攻点 终于顺利度轮 给个后二 于是雨把球打中 一个直线 排师发到了韩文雅的手上 一个轻调 无功过往 这张队的机会 抢了一下 一个快攻 保护起来 调给接应 再给 保护的还是不错 但是没有防起来 球发得不错 给他理静 转移到二号位 一个轻拍过度 这个球又是河南队的失误 河南队调球上的失误 已经出现两次了 给到毛军仪 一个二直线 毛军仪把球打中 毛军仪也是身体素质 非常好的一名选手 墨高是达到了3米18 一传直接过往 一个探头 河南队这个探头 抓得不错 罚球职业得分 这支河南队真的是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啊 队内最大的球员 是11号李维伟 是94年的一名球员 其他球员都非常年轻 一个后三 四线试一试打到界内 李继得分 浙江队是请求了暂停 现在分差是三分 被河南队连续追分 河南队得暂停布置一下战术 这段时间也是啊 浙江队的进攻 比较受到河南队高篮网的限制 再来再来 今天给我来 好 我来过来 来 来 河南队现在前盘篮网 也是非常高的 毛军仪1米91 李维伟1米90 我们来看一下 河南队的发球 好一传 二号位打一个直线 来自于诗语 于是与今天比赛的进攻打得 还是非常不错啊 每一局都有非常漂亮的下球 滚南队是换上了 另一名自由防守队员 黄文静 在昨天第一轮的比赛中也是啊 两名自由人是交替上场 就发出了底线 给一个后攻 这个球是被李维伟 拦在了界内 现在两支球队的问题 都是一攻 打得不太顺利啊 张玉晓 无攻过往 浙江队的机会 比一个前快球 好的 打到中线的位置上 十七号 沈家荣 把球打中 王纳的思路 还是比较清晰啊 在边攻 受限制的情况下 一传到位 多组织一些 快攻球 一个发球Ace 十四号 王一群 后撤 接一船的时候 把球接飞了 那十四号 是被换下 换上了十二号 翟思奇 那现在 河南队 他的首发接应 翟思奇和 替补接应 毛军仪 都是同时来到了场上 翟思奇 现在是打主攻的位置 一个快球 一个被快 一位伟的球 横端队连续追分啊 这段时间 他们的进攻 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二船的传球思路 更加的清晰了 这也是因为攻守 进攻敢打了 有人可传 一个下沉球 弹了一下网 给他翟思奇 一个腰线 被防起 他给蒋雨桥 拿了一个中线 弹了一下篮王手 滚南队没有防起来 那现在比分是 十八比十四 浙江队领先四分 在四起的进攻 给到李静 被河南队 拦回 河南队这一轮 李维维这个老将 在前排的时候啊 还是抓了很多分 篮王非常不错 现在李维维 到了后排 球发得不错 是发到了 三号 蒋雨晓的手上 球接飞了 一船直接过网 谭维雅把球拦回去 这段时间 浙江队的一船 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 还是发给 一 二 蒋雨晓 李静 关键时刻 老将站了出来 两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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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复攻 好的 刚才是 教练也说了 是河南队的前排两点攻 定复攻也是定得比较紧 但是一个抄手 就没拦到 给个后二 有效撑起 给毛军仪 一个腰线把球防起来 看头 好的 这个将队的机会 给到李静 保护起来 再给 一个清调 过渡一下 一个二次推后排 好的 王娜这个球 思路非常清晰 看到队员都来到了 前排保护 后排没有人 直接退了一个后排 王娜今天的比赛中 还是有非常精彩的 调球和二次 二次推后排 非常精彩 一传半到位 给到毛俊仪 现在是 河南队的一个反轮 给韩文雅 给到二号位 这个球 主才是判给了 河南队 这张队是要 请求挑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球最终的结果 是什么 这个球 这张队是挑战 打手出界 篮网出界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这段时间呢 这张队被连续追分 就是因为河南队的 篮网起来了 球是落在了线内 浙江女排是挑战失败 河南队得分 球发得不错 给到李静 一个腰线 展思琪 再给老将李静 球还是被篮回 河南队的篮网 非常不错 转移到二号位 于是于是 打了一个腰线 把球打中 这张队是终于下球了 现在比分是 21比19 这张队率先 进入到20分 过度一下 这张队的机会 给二号位 一个直线 好的 于是于连续下球 这个直线 对写打直 打得非常不错 给个快球 球传有点到 复工弥补得非常不错 六号 黄瑞磊 一转半到位 还是给二号 于是宇 一个轻调 于是宇真的 现在进攻非常不错 打钓结合思路非常清晰 我们来看一下 河南队的衣工 一个卧果 这一分来自 盖斯奇 这个球是 传得有一些开往 盖斯奇 你觉得非常不错 这个球 主才是判给了浙江队 斯仙也是一球 落在了界外 河南队 河南队 请求挑战 挑战球 落在了浙江队的界内 好的 球是落在了界外 河南队挑战失败 那这样浙江队就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看一下于是宇的发球 球发得不错 好的 这个保护非常不错 河南队再打 给他翟斯奇 翟斯奇打一个二直线 拼地板 河南队非常顽强啊 那现在就看河南队能不能抓到防反 一传到位 给一个快球 打在后区上 好的 那浙江队就以25比22 拿下了本场比赛 大比分3比0 那这场比赛 浙江队在小球方面做得还是不错 虽然在第三局中期 有一些波动 遗传 但是在第三局的发球 第一局的发球 扣球 都是非常有建树的 河南队在篮网方面还是非常不错 但是小球的处理上 还是比较粗糙 好了 那本场的比赛就转播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 2020到2021赛季的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超后的12点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由河北队对阵江苏队的比赛 希望您继续锁定咪咕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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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的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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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这是个人的